大家好 欢迎来到MES学院 上节课带着大家实现了一下 更新留言的一个功能 那这节课完成最后一个功能 删除留言 那其实呢 更新留言大家搞清楚之后 删除留言就简单了 同样的也是找到你要删除哪条留言就可以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找到我们要删除留言 这个链接 把它变成一个超链接 写成一个 发送到哪呢 Do Action页面来处理 传一个参数 ACT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要DLMessage 那并且 要知道我们传的是哪一个 Echo一下DollarsKey 这样的效果 好删除 那接着在我们的接收页面呢 来接收一下你的操作 else if DollarsACT 要等于等于我们的DLMessage 这时候要完成删除留言的功能 那首先删除留言呢 其实也就是把这个书组中的这条记录删掉就可以 也是根据件名来找到对应的件值就可以 那件名呢 我们已经传过来了 那接着呢 需要通过 Unset 来注销掉这样一个元素就可以 那首先呢 还是要读取出之前的内容 File Exists FileName 并且 FileSize的Dollars FileName 要大于零 读取出来 DollarsSTR File GetContents FileName 和之前的是一样的 那一会儿呢 我们再进行一个优化 Unset Serialize一下 反序列化一下这个ServTron 变成我们的数组 那接着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Unset 注销掉一下 MessageInfo MesInfo中的DollarsID 里面的指定的值 那现在呢 直接把这条记录注销掉就可以 不要了注销掉之后 你还需要把它再写回去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 Dollars Date 就等于 Serialize一下 把它 在序列化之后 写进去 就已经成功了 因为你已经对立个数组 做了更改 所以说最终 还要把它再保存回去 If File PutContents FileName DollarsDate 成功的话 我们干嘛 Else 告诉它更新失败 那再交给大家一下 一个跳转 如果成功的话 Header 跳转到我们的 哪个页面 查看留言列表页面 可以通过Header 实现页面的跳转 第二种形式 Location 冒号 index.plp 那失败的话 是不是应该让它重新删除 重新来操作 还是要跳转到这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不放到我们的 不放到我们的if中了 直接File PutContents 一下 接着在Header 写成一个 location 冒号 index.plp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实现页面挑转 来删除一条留言 试验一下 删除一下第一个 先删除第二个 好 成功 再删一个 你看到就只剩下两个了 那当你再删一个 剩下一个 再删除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 那接着你再来访问的时候 你可以来添加一个留言 Math学院 标题 最大在线教育 内容呢 写成一个恭喜获奖 接着再往下 发布留言 来查看一下 是不是就已经成功了 这样一个形式 那删除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那接着再来看一下 刚才遇到的这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发现 好多重复的代码 你看不论是添加留言也好 更新留言也好 包括删除留言也好 它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来读取之前的内容 那你发现 它们有共性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把它提取出来 把它放到上面来 Ctrl C 这个就可以移取掉了 因为都需要来读取 那再往下呢 同样的这几块 用到它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把它移掉 因为上面已经取完了 好 这是一块 再把它也移取掉 稍微的优化一下你的代码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来看一下 是否可以成功 好 来更新一下 写成一个 123 好 333 随便写一点 第二个 更新 成功 你看到 真正的也已经变了 那现在我再把它删除掉 删除 那现在你看到 删除完之后 首先这里边应该是 没有留言 但是呢 你看到 ArrayA 冒号0 并且是空数数 那接着 如果没有留言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让它 添加留言呀 因为我们在这 是不是写了一个判断 你看到 读取出内容 如果不是数组的话 是不是应该告诉它 出错了 重新添加 三秒钟之后 跳转到 添加留言一秒 那这时候呢 你看到 读取出来的是数组吗 是 是一个什么数组 空数组 那接着你可以 再加上一个条件 并且 数组中的元素 要大于0 要大于0 那如果要是 等于0的话 代表还是 没有内容 所以说 这时候应该还是 告诉它出错了 重新添加 那这时候你再刷新 会看到 Coin Dollar MessageInfo 第九行 首先我们看一下 报的这个错误 它告诉你 第九行 CountUseFunctionReturnValue InWriteContent 第九行 不能使用这种 函数的形式 返回的这个值 在文本文件中 用到的这个值 那接着我们看到 MessageInfo 应该是一个数组 打印一下 或者挖Dump一下 MessageInfo 如果它要等于等于0的话 少加了一个等号 这时候再看 我们来打印一下 MessageInfo Array是一个0 空数组 那空数组统计一下 它的元素 你可以Echo一下 Count的MessageInfo 看一下是否是0 是0 那是0的话 应该是符合我们的一个条件 如果不是一个数组 那现在是数组吗 是数组 但是呢 如果数组中的元素 等于0的话 那这时候应该告诉它 出错了 重新添加 那现在呢 你看到这是一个数组 所以说在这呢 应该再来判断一下 在这里边 如果是数组的话 告诉它没有留言 请添加 把它除掉 你看到我们判断的是 读取出这个内容 那看一下是否是一个数组 如果不是数组 告诉它没有留言 出错了 重新添加 那接着呢 else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的话 不存在的话 也是告诉它没有留言 请添加 那接着在这再来判断一下 如果Count 要等于等于0的话 也是没有留言 请添加 拿过来 好 重新来刷新 这样的效果 没问题 你再来添加一个 Math学院 随便写一点 发布 查看一下 有了之后 你再删除 你看到 没有留言 请添加 又跳转到添加留言 页面 这样一个效果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接着再往下来看 你当让用户来填写的时候 接到的这个数据 一定不要相信 因为呢 用户不一定都是 友好的用户 首先呢 你添加一个留言者 随便写 King 标题呢 test 内容这 你正常写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写成 这样一个效果 你说写成一个 steal type 等于一个 text css 斜线的steal 写成一个body background 红色 当你再来 发布留言的时候 你会看到 成功 再查看的时候 整个留言的页面 这个颜色 是不是被改了 那现在我只是 简单的改了一个颜色 那我也可以 把它写成一个超链接 包括弹一个窗 或者实现一个跳转 那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什么呀 跨站脚本攻击 千万不要相信 用户的输入内容 那接着你看到 在这内容这 也没有显示出来 或者说再添加一个留言 你看到写成一个 AA 标题BB 写成一个这样的效果 超链接 写线A clickme 假如说他这个标题很有 内容很有这个吸引性的话 那其他用户在看到的时候 就会点击 那一点击的时候呢 就会跳转到 他想要的页面 假如说百度 只简单的一个例子 好 来看 也成功了 接着我一点的一个内容 直接就跳转到 他想跳转到的一个页面 也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跨站脚本攻击 那接着解决这个问题呢 可以通过两种形式 第一种我们可以选用 过滤掉用户输入内容中的 HTML标记 第二种呢 还可以把它原样输出就可以 那首先 在接收AML这一块 我们要做一个处理 接收到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来过滤一下 过滤内容中的HTML标记 那现在呢 我就可以通过StripTags 来过滤一下这个内容 再把它附给我们这个Content 有了它之后 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删掉 再删 再来添加一个留言 当我写上这样一个 H1效果 斜线H1 This is a test 一点发布 你看到 只会得到的内容 而不是H1效果的 This is a test 那第二种形式呢 我还可以让留言 让这些HTML标记 原样输出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用到 我们的替换 把它转换成HTML实体 就可以 再来把第二种形式 也可以写到这 这是第一种方式 其实呢 大家平时要逛论坛的时候 你要发布留言的时候 你看到 当你写那些HTML标记 包括你写一些JS 它都会帮你原样输出的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就是将这些特殊标记转换成HTML实体 那通过一个简单的形式就可以 设定content等于HTML的entities $content 把它转换成HTML实体 那接着你先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添加留言 KING TEST 接着写成一个H1 写线H1 Hello World 再写成一个P标记 写线P 哈哈 来一个头像 发布 查看 你看到这里边的内容呢 是不是都是原样输出的 对吧 转换成了 HTML的实体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原代码 在这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大约号 是一个实体的形式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两种形式都可以 你要任选其一 但是记住一个原则 千万不要相信用户输入的内容 一定要做一些过滤 做一些处理才可以 现在呢 只是简单的保存到我们的这个文本文件中 包括以后要保存到数据库里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效果 好 那这节课呢 带着大家实现了一下删除留言 包括又解决到了一个当用户添加留言的时候 这个内容 这样一个问题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删除留言 包括说到的这个注意的这两点 把它实验一下 那这样一个简单的留言板 我们就对它已经结束了 那大家呢 也要自己尝试着把它做成功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在这节课呢 在这个视频中 了解决